我妈是绿茶婊 我爸是大田狗 我是假千金 真千金出现后 哭哭啼啼表示 我和她只能二选一 我如获大赦 马上把家里钥匙交给她 再晚一点 助校的病交哥哥回来 就要带我去恐怖木屋玩竞技游戏了 不久 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的真千金 哭着求我归位 这屋子没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分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我看着她笑了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姜柔回来那天 是我开的门 她愤愤不平地表示 自己才是这个家的真千金 要求我马上离开 我激动地立马把人请到客厅就坐 然后让管家通知楼上的绿茶婊妈妈 妈妈不高兴地丢开保养脸蛋的瓶瓶罐罐 换上貂皮大衣 戴上祖母绿项链 余尊降跪下楼 姜柔哥会变脸似的 一秒换上我见油脸的表情 霍夫人 我是姜柔 是你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 她死死盯着我 霍小如才是那个一直站着我名分活着的人 可妈妈瞥了她一眼 嘴唇微微抽动 18年来的相处经历 让我意识到这是她内心不爽的表现 妈妈超级暧昧 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是拿着镜子问 谁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 而昵称是霍天花最爱老婆的大田狗爸爸 会抱着她说 是你 我的宝贝 如今 长相跟妈妈有六七分相似的姜柔上门 怕是会引起家庭动乱的 果不其然 妈妈张嘴就来了剧 长得挺像我 想上门动摇我的家庭地位 啊 我没有 姜柔急忙辩解 搞不清楚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怕眼前可怜的小妞会被吓跑 赶紧挽住妈妈的胳膊 我的妈妈 胡说什么呢 在爸爸和哥哥心里 您永远是最美的 妈妈摸摸我特意剪成裤盖的短发 娇称道 还是我的如如董事 姜柔咬着唇死死瞪我 为我能得到妈妈的亲密对待感到不愤 我装作事儿不见 让管家拿点信招呼客人 别愣着呀 快给真正的大小节上茶 见我俨然半个主人 继承了妈妈绿茶表血统的姜柔 忍不住发作 好羡慕如如啊 从小到大可以陪在爸爸妈妈身边 还有亲哥哥疼爱 妈妈警觉的瞥了姜柔一眼 你把我们全家调查个底朝天 年纪不大 心机不小啊 姜柔没心 重重跳了一下 不 妈妈 我没有 语文没学好 不知道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吗 亲子鉴定还没出来呢 不许喊我妈妈 这一声呵斥 让姜柔大惊失色 她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可怜在外 留落十八年 回来得到的不是重视 而是猜疑 我耸耸间笑了 姜小姐 世上多的是你想不到的事呢 说起来 姜柔能够知道自己是货家千金 还是托我的福 从小到大 我被这变态一家子 折磨到精神崩溃 一度想要自杀 万幸的是 在一次抽血中 我发现自己不是货家的孩子 为了打听到真千金的下落 我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最后不复所望 我发现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一对专注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夫妇 他们热衷到世界各地 追寻稀有植物的影子 一心想把姜柔 带在身边耳濡目染 但姜柔最讨厌虫子 也不习惯到野外风餐露宿 便要求跟保姆留在家里 别看姜柔长得楚楚可怜 在学校是霸凌一姐 她往同学脸上拖过墨水 恶言折磨 长得比自己漂亮的女同学 甚至扒过人家衣服拍照片 种种恶劣行径 跟我在霍家的好哥哥霍灵如出一辙 要不是我会看眼色 然后全须全意活下来 还从败家经妈妈的坑坑拐骗了 百来万零花钱 所谓恶人还须恶人魔 既然他们一家子都变态的令人发指 应该好好团聚才是 傍晚爸爸回来了 他交叠着长腿 坐在三百万的进口真体沙发上 点燃一根烟 姜柔 你真的是我亲生女儿 霍先生如假包换 爸爸抬头看了一眼妈妈 亲爱的你觉得呢 来了来了 妈妈那无比热爱演戏的 委屈小表情又来了 要是认回女儿 你心里的顺位第一 还是我吗 妈妈心里非常厌恶小孩 觉得孩子来到世上都是讨债的 不但害他承受生娃的痛苦 还害他变得不在上女 生儿子 是为了给婆家一个继承人 二胎 则是意外 当时要是不生 恐怕会失去子宫 这些年来 要不是我拿捏住人心的特点 把妈妈当上司哄 哪能活蹦乱跳活到现在 爸爸一向只听妈妈的话 见他露出难过的表情 急忙上前哄道 当然是你 他弯了一眼姜柔 这么没眼色 还不赶紧道歉 姜柔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我上前打圆场 爸 妈 你们看姜柔额头上有道伤疤 肯定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 如果他过得幸福 肯定也不会心心念念 想找到真正的家人 妈妈一向人美心善 走在路上连蚂蚁都守不得踩 才不会忍心看着亲生女儿受苦的 对吧 高冒一代 妈妈表情缓和不少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可是 小如 你是知道我的规矩 家里虽然有两千平 但多了一个人 我也会觉得空气不够呼吸 我主动请婴 我会尽快搬出去的 让姜柔可以多点跟你们培养感情 妈妈抿嘴一笑 我的鸡皮疙瘩 不由自主全都起来了 姜柔是不可能知道 正我笑容背后的代价 她只是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从小生长在豪门的我 一点都不交纵 对待从天而降来抢身份的人 也能做到不争不闹 主动让位 我笑而不渝 越是高门大户 匪所思的事情就越多 囚禁play可以了解一下 从楼梯滚下来摔断了手 也不许去医院治疗那种 去人关系 在这个家形同虚设 有替代品上门 我连夜打包行李 姜柔住到了我对面的房间 见我真的要走 敏锐生起一股怀疑 霍家在艾斯城 也算有头有脸 你真舍得离开 回到那队只会抓虫子 摘野菜的父母身边 我听出她口中试探的意味 有点担心她不上当 干脆搬出历练了多年的求生演技 我故意叹了一口气 姜柔 你长得跟妈妈那么像 不用我多说什么 他们都看得出来你才是亲生的 既然如此 我何必死皮赖脸留下呢 她眸中闪过一丝不信任 可是 爸妈今天对我的态度很冷漠 看起来不太想认我 咦 看来姜柔也不是完全没脑子的 我哄劝道 妈妈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接触 除了必要的宴会 她都不出门的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哪怕是奴女关系 她养了我这么久 哪怕是只猫也有感情 自然不能当着我的面 表现得对你太过亲近 姜柔见我说的认真 也就相信了七八分 她放松警惕 告诉我亲生父母所在的小区 还给了我一把钥匙 诺 给你 不过 他们可能还要过年才回来 你好自为之 我笑了 那现在大家各归各位 各自保重 姜柔轻哼 你别放不下霍家的财富 回来吃回头草就行 说完 她喷的一声 把房间门关上 凌晨 我拖着硕大的行李箱 出现在别墅外大花园里 冬夜的风很冷 但吹不熄 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心 可还没走到大门 我就看到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 朝这边走来 霍灵一脸淡漠 正直勾勾地望着我 看起来 好像想把我生吞活剥掉 我在心里暗骂 早不回晚不回 偏偏这时候出现 我不敢发出一丝动静 生怕引起病娇少爷的怒气 可她挡着路 深渊般的眸子露出灵力金光 霍小如 想逃 我脖子一凉 立马辩解道 怎么会呢 我知道哥哥要回来 特意到门口等着 带着行李 是迫不及待 要跟我去恐怖木屋了吗 她刀子般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让人不寒而栗 哥哥别这样 那个地方只有真正的霍家人才能去 你应该听说了 我不是你的亲生妹妹 她一把掐上我的脖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人是你找回来的 我后背一凉 这少年从小到大 就是我最大的噩梦 霍灵在我脸颊上留下了一吻 你不是亲妹妹 更好 想活命 就乖乖地听话 哥哥会对你好的 她用最甜蜜的口吻 说着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威胁 见我一动不动 醒来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只隐隐记得 霍灵又把我弄晕了 她很喜欢用这招 每次带我去恐怖木屋 都会先让我昏迷过去 然后塞到车尾箱 直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恐怖木屋的具体地址 我挣扎着起身 觉得周围很眼熟 这是霍灵的房间 魔鬼 她怎么把我带回来了 刚要起身 一抹修长瘦靴的身影 穿着睡袍出现 她俯身下来 修长冰冷的手指探进被子 我一个机灵 这才意识到 身上除了内衣内裤 什么都不留 你对我做了什么 霍灵嘴角微微一颤 轻笑一声 你觉得呢 站立从脚趾蔓延到心底 她真的越来越大胆了 我偏过头 不用照镜子 都知道自己脸色有多苍白 被恶魔下的 就这样过了几秒 门外有人敲门 林哥哥 你睡醒了吗 霍灵脸上不悦 只打开半扇门缝 把我挡在身后 有事 是姜柔 她的话变得吞吞吐吐 哥哥 我刚醒来 发现爸妈不见了 管家让我好好待着 房子这么大 我有点害怕 我微微诧异 虽然说 爸爸和妈妈经常去旅行 把我和霍灵丢在家里 但刚认完女儿 就完失踪 连抱头痛哭都没有 是心大 还是眼不见为敬 霍灵的声线变得阴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成年了吧 到我跟前说害怕 是想进来睡吗 姜柔呆住了 她怕是没想到 表面看起来温柔无害 帅得惊为天人的亲哥哥 一开口就是炮轰 差点把人炸得外焦里脆 管家准备了一大桌子的 丰盛早餐 有鱼籽酱配法国面包 夹着苏格兰的龙虾的煎蛋卷 还有撒了黑松露的 薰肉三明治 我的亲生父母 虽然收入不错 但应该不是奢侈的人 生活费不会给的太多 眼前穷奢极欲的新生活 让他慕虚荣的姜柔 看得双眼发直 以至于看见我出现时 瞪得跟汤圆一样大的双眼 没来得及收回 小样 真没见过世面 姜小如 你怎么还在这 好家伙 这就自动给我改姓了 姜柔是有多么迫不及待的送死 哦不 是认祖归宗 成为冷血霍家的一份子 霍林刀销般的完美五官宁了您 看向姜柔的表情更加讥讽 这个家 还轮不到你来判定谁是外人 姜柔大惊失色 我见有脸的咬唇惦解 哥哥 我没有 没有就好好吃你的东西 别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 姜柔僵硬地坐下 霍林不再看他 转身把一杯果汁推到我面前 小如 你爱喝的车梨子汁 我闭口一句话都没说 爸妈不在家时 她总喜欢在我的食物里加料 谁知这杯东西里头又搁了什么 上次是泄药 上上次是安眠药 上上上次是麻醉药 不喝也会捏着我的嘴巴罐 我都快产生抗体了 霍林勾了勾唇脚 今天不想喝这个 那就换成草莓汁吧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用了 我不渴 霍林的贴心 让姜柔妒忌 听见我拒绝 她好像拿到了什么把柄 火力全开 想跟亲哥哥搞好关系 小如 你是好日子过多了 不知道车梨子和草莓有多贵 哥哥知道你不是亲妹妹 依然对你这么好 你半点不惜福 会遭天遣的 我心头有万千草泥马奔驰而过 福气还你了 不想要了 也别青藏大甩卖 霍林肠儿微卷的睫毛动了动 是一管家把两杯果汁都放到姜柔面前 你喜欢 全喝了吧 姜柔受宠若惊地接受了 她也不怕丈抱肚子 跟牛尹一样往嘴里灌 还不忘拍马屁 哥哥对我真好 霍林身上的阴郁气息散开了些 扭过头对我做了个嘴形 我看懂了 是今天没下毒 吃饱后 姜柔抱着丈鼓鼓的肚子跑到我面前 不是说要离开吗 你为什么出而反而 你肯定是舍不得我家的富贵 想着当不成女儿 当然喜意也好吧 哥哥是我的 你别指望抢走 我眉头微皱 胡说什么 姜柔压低声音道 别装了 我凌晨五点起来上厕所 看见你房间没人 你睡在哪 我心知肚明 别得意 我早晚会把爸妈和哥哥 从你手里拿回来 我一正 看她的样子仿佛在看傻子 回到房间 我在思考着 D101种逃离霍家的办法 毕竟前面100条都失败了 霍林像一条最优秀的寻血猎犬 不管我走到哪 她总能寻着气味找过来 可脑细胞还没死光 风少卿就来了 她是我的联姻对象 如今我不是霍家女儿 她会放弃娶我了吧 她们从小学习金融外语 天文地理 马术 剑道 乐器 出类拔萃 样样优秀 区别在于 风少卿是个正常人 小时候 我还没学会世间的圆滑和伪装 妈妈三天两头 觉得我脏 她把我罚到红酒池 牛奶池 番茄玉 甚至咖啡玉泡澡 滚烫的温度 把我稚嫩的皮肤烫到溃疡 我哇哇大哭 然而 根本没人来救我 爸爸对妈妈的虐童行为 视而不见 霍林更可怕 夜半三更 她爬进我的房间 从兜里取出一瓶盐 均匀细致地涂抹在我的每一寸皮肤上 为了防止我跑远 霍林把鞋都藏了起来 我受不了 光着脚拼命往外跑 这一带全是开阔的别墅 风家算是离得最近的 也有好几公里 风少卿发现我时 脚底溃烂得不成人形 丰富在众兄弟之中杀出血路 才成为风家的家主 同样是高门大户 风大少爷如何不晓得里面的密心 她什么都没问 爱怜地把我抱回风家 亲自清理伤口 安抚我的恐惧 得知我将来能嫁给她时 心里是万分情愿的 直到霍林说了一句 谁娶你 谁就会死 我害怕了 长久以来的亲身经历 让我知道霍林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她平时最喜欢看破解极难的杀人推理小说 我不敢拿风少卿的命去读 但风少卿很执拗 无论怎么劝都不肯取消联姻 我只能选择渐渐疏远 用巨人鱼千里的姿态对待 否则霍林妒忌起来 真不知会做出什么荒唐事 风少卿是来送寿宴邀请的 姜柔抢着上前招呼 她大概是觉得真千金回归了 原本属于我的婚事 会落到自己头上 怎么可能 最开始时 霍林两家实力相当 才有了联姻的想法 但多年过去 风家实力暴涨 霍家在她面前也要俯首称臣 若不是风少卿不肯解除婚约 哪还轮得上霍家的女儿 说白了 她只是想要我 而这一点 正是霍林最厌恶的地方 她最讨厌别人抢走自己的东西 而我不幸成了那个玩物 姜柔看不透事情的本质 一心想巴结自以为收入囊中的未婚夫 真是白日梦做得响当当 风少卿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静止走向了我 小如 我们谈谈 姜柔气得把指甲掰断了 别墅花园的风很舒服 我曾经幻想过很多次 有朝一日可以跟喜欢的人 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 但是 只要有寻血猎犬在 就永远挣脱不了宿命 我刻意跟风少卿拉开距离 她的表情很受伤 小如 你不接我电话 不跟我出去 送的礼物也全退回 你到底在气我什么 风少卿的语气充满无奈 对着相处了十几年的少年 我的心同样难受 但完全不敢表露出来 此刻 霍玲就在花园的某个角落 用望远镜死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有些事情 干脆早点说明白吧 风少 我不是霍家千金了 你放手吧 去娶一个更配得起你的女孩 风少卿的眸子 渐渐失去光彩 如如 这是真心话吗 我忍住了涌上猴头的酸涩 浅浅一笑 再也没有比这更真的了 她的脚步亮相了两下 拳头渐渐捏紧 走之前 风少卿在我耳边留下一句话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你的 我的瞳孔微微一颤 很快恢复平静 原本 我不打算去风家的宴会 但霍玲不想单独跟姜柔相处 她说 那个蠢货 比起你来无趣多了 我的小命都被她捏在手上 哪敢不听话 妈妈没来得及给姜柔添置名贵新衣 就离开了 想经验亮相的姜柔 跑到我房间翻箱倒柜 她把高定理裙全揽到自己房间 得意洋洋到 东西是霍家的 你最好搞清楚自己身份 我笑了 好戏在后头呢 当姜柔穿着最新的高奢公主裙走下楼时 霍玲脸色立马变了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你不能穿这条裙子 姜柔委屈的眼眶都红了 是因为霍小如吗 霍玲 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我笑着看向了霍玲 随意往画里添了一把柴 有人欣赏你的眼光 是好事 霍玲的神色变得更加阴沉 脱下来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姜柔羞愤难堪的上楼换衣服 她不知道 身上穿的天价华服 是霍玲送我的18岁成人里 我曾经穿的那条裙子 在恐怖木屋被绑了三天三夜 每一秒都经历过尸骨之痛 麦巴赫在风家门口停下 风家老爷子的寿宴 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看得姜柔两眼发直 但她浑身不自在 觉得身上穿着我亲生父母 给钱买的裙子 非常丢脸 我叹了口气 那些她享受过的疼爱和自由 如今成了看不上眼的束缚 霍玲身穿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 袖口妥贴的扣好 代表爸妈上前送礼物 风少卿接过 但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进入正宴 我被夹在两个不想惹的人中间 胃口全无 霍玲不动声色 替我夹了一块蓝旗金枪鱼 风少卿身手挡住 如入胃不好 不宜吃生冷的食物 她测过身道 我让人给你拿一杯蜂蜜水 先暖暖胃好不好 我还没开口 霍玲就面无表情地看了过来 小如 你的胃奶不好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谢谢你 祝你早登极乐先进 要不是霍玲这个死变态 经常拿我是毒 我能年纪轻轻 就胃扬不断吗 自己疯得要命 心里还没个B数 见我不吭声 被冷落的姜柔绿茶综合症发作 小如 你不要恃宠而骄啊 两个哥哥对你这么好 还故意甩脸 我哪里甩脸啊 分明是避之不及 不过 对付这种只会耍雕虫小技的玩意儿 一句话就搞定了 我以茶还茶 以眼还眼 柔柔 你才是林哥哥的亲妹妹 要不让他给你夹菜 霍玲手里的叉子 哐当一下掉落在了盘子上 他看向姜柔 毛里多了一层看不出情绪的冰冷 这么多好吃的也堵不住你的嘴 姜柔的脸绿成青蛙 趁霍玲跟别家的贵公子交谈 我跟风绍青交换了一个眼色 种满花的露台 挨着他的房间 一只布偶猫钻到我怀里 他长得好像 我第一次来见到的那只 那时 我受伤了来找风绍青 为了转移我的痛苦 他让小猫跟我玩 豪门生活并不好过 考不到第一 或者被家族哪个旁支的子弟超过 风大少爷同样逃不过家训责罚 他以为 我身上的伤口来源跟他差不多 彼此可以互相慰藉 可自从发现霍玲能知道 我跟风绍青聊过什么后 我再不敢把家里的事透露出去 窃听器和定位器 有可能被他花高价 伪装成任何模样 变成我身上的一部分 往事如烟 我深呼吸一口气 从包里掏出一个名贵锦盒 风绍青瞬间僵住 如如 你连这个要还我 是的 18岁时 他送了我一条星空宝石项链 价值过亿 这么珍贵的礼物 留给你未来妻子吧 说了声抱歉后 我去了卫生间 我看着镜子 将冰冷的水拍在脸上 强迫自己放下一切 刚走出门 一个奇长的身影 把我压在身下 霍林捏住我的唇 精致到无以言表的俊脸 眼看就要零距离靠近 我捂着嘴巴 不要 这里是风家 他呼的一笑 怕风绍青看到 我摇头 我不是霍家人 将来即使跟风家联姻 也轮不上我 霍林的唇角 缓缓勾起我笑意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看不上门当户对的臭规矩 离姓风的原点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我抽了抽嘴角 不再接话 离开风家时 风绍青在门口送客 姜柔特意跑到他面前告别 顺便内喊我 风哥哥 你不知道霍小如多厉害 当不成霍家千金了 又生出想当霍家儿媳的心思 才不一会功夫 我看见他跟我哥在厕所门口接吻 他煞有介事取出手机 把偷拍的照片 递到风绍青面前 从挨得很近的角度看 确实像嘴咬嘴 我瞪了姜柔一眼 这货真是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嘴巴还跟车花肥似的 臭气熏天 不过 我不打算祸害风绍青 也许误会了更好 但他淡淡开口 话语里明显不信 小如长得好看 话我也会想亲的 兄弟 奥利给 狂兑绿茶就对了 姜柔发现 离间记根本动不了我 气得脸色发青 其实 为了不让妈妈妒忌 我的头发长年剪得像酷盖 能好看到哪里 风绍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当你喜欢一个人 会包容他所有的一切 姜柔的鼻子再堵气歪 而我的心里 蔓延出难以言喻的酸涩 最终只能强忍着泪水 落荒而逃 到家时 暴雨倾盆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房门被打开了 一道闪电从天空披下 我见到了霍林 如同雕像般的侧脸 他弯了弯唇脚 盯着我的脸凉久 小如 又到了去恐怖木屋的日子 霍林把一条 刻着复杂花纹的链子 绑在我的手上 细碎的吻落在我脸颊 睡吧 等你醒来 我们又可以解锁新游戏了 我在一片黑暗中睁开眼 耳边是秘密扎扎的隐声 雨目仿佛在洗刷着大片阔叶植物 发生啪哒啪哒的声响 此时的恐怖木屋 显得更甚人 这里算是霍林的秘密基地吧 只要爸妈不在家 每个月总有几天 他会把我抓到这里 我从来没能在清醒时 离开那扇门 但从空气中 可以闻到松木和青草的味道 恐怖木屋 蛇属满地 墙上挂着大量动物的尸体标本 无码分尸那种 其中最多的是猫和鸟 霍林讨厌小鸟比他自由 而对猫的厌恶 大概源自小时候吧 每每调皮 妈妈都会让爸爸把猫咪塞进他的毛衣里 憋不住气的小猫 会疯狂抓霍林身上的皮肤 白爪挠心 大概就是这意思 霍林有一把猎枪 在我昏迷的白昼 他会到外面打鸟 而猫的标本 多半来源于野猫 以及经受不住食物诱惑的猛虫 我甚至见到过 风少卿为我而养的剥猫 那个可怜小家伙的心脏 被霍林挖了出来 强行塞进我嘴里 恐怖木屋的地下室里 有一个大铁笼 我被关在里面好几次了 里面放的东西 有时是恶心的虫子 有时是长相可怖的蝎子 有时是拔了门牙的毒蛇 第一次被关起来时 我吓得头皮像被电流穿过一样炸起 浑身站立 后来发现 霍林喜欢看到我在里面吓得尖叫 我没有很怕 大概是遗传的亲生父母 热爱动植物的基因吧 只是为了少受点苦 就得磨练演技 满足他的控制欲 这一次 霍林准备了什么呢 他喃喃低语 风少卿又养一只新的布偶 以为这样就能把你吸引过去 霍林当着我的面 砍掉猫的四肢 做成一盘鲜红的红烧肉 他强势地搂着我 把我带到木桌面前 我拼命挣扎 然而 我的戾气对于霍林来说 跟一只小鸡仔没啥区别 不要再去见风少卿了 不然 下次我都不知道会为你吃什么 他强行把肉塞到我嘴里 但这一次 我死活下不去口 霍林不肯罢休 直到我的胃里翻涌起来 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霍林叹了一口气 替我抹干净嘴巴 将我抱在怀里 小如 你是我的 永远都跑不掉 他直勾勾看着我 也别想着报警 你不可能把我弄进监狱 是啊 手机早被霍林收走了 我甚至怀疑 方圆几里内 都不可能有信号 因为霍林每次要打电话 会开车离开一阵 霍天花在S城有组上留下的人脉 哪怕儿子真的饭老师 也能保下来 如果霍林发现 我有任何反抗的意图 下一次就会变本加厉 甚至殃及我在意的人 就像风少卿的布偶猫 成了杀鸡警猴的最好范本 霍林为我喝蓝棉药 又拿猎枪去搜索猎物了 嗜血的人 大概把杀戮当成兴趣了吧 我因为服用过太多药物 催眠效果不如以前好 在霍林回来之前就醒了 只是手脚的锁链仍在 四周安静下来 我似乎听到一阵嫩嫩唾气 我拖着铁链子 去寻找声音都来源 发现姜柔被关在其中一间房 她见到我 忍不住破口大骂 霍小如 你太心狠手辣了 为了霸占我霍家大小级的身份 你居然绑架我 这是夺敌妄想症吗 我没好气地 伸出手上和脚上的枷锁 你出门 能不能带一次脑子 如果是我把你抓过来的 会把自己锁住吗 她眼角挂着泪 不是你 会是谁 你先告诉我 昨晚都做了什么事 姜柔愣住 昨晚 我以为你和霍林要去酒店开房 就想跟踪你们拿证据 我恨得牙痒痒 看来 她认为我在勾搭霍林 想拿住证据 让爸妈把我赶走 姜柔自顾自继续说道 家里有好多辆车 我开走其中一辆 谁知开着开着 居然跟到了荒郊以外 等我跟到了一间门屋附近 想下车看看时 身上感到一阵刺痛 就晕过去了 我思前想后 估计这个傻瓜蛋 是中了霍林的麻醉枪 没过多久 霍林回来了 姜柔欣喜万分 哥哥 你是来救我的吗 快带我离开 我好害怕 我咧起嘴角 不知该笑好还是哭好 她是霍家的智商挖地板 眼眉瞎 也看不出来霍林有问题 姜柔扑过去那一刻 被一脚踹到了地上 霍林的声音没有温度 肮脏的玩意 别碰我 姜柔惊呆 完全不能理解亲哥哥 怎么会厌恶自己 到无法让人接受的程度 霍林把姜柔绑了起来 姜柔 你的血太脏了 要洗洗 霍林举起手里的刀 划开她的皮肤 鲜血像一条蜿蜒的小蛇 滴滴答答 在腐朽的木地板 姜柔恐惧的乌液 浑身动弹不得 她双眼空洞地看着我 像是在哀求救命 我拧过头去 在霍林之小 我不是亲生妹妹前 也经常被她放血的 然后给我输另一包 其他人的血 说要把我身体的脏东西换掉 不知过了多久 姜柔晕过去了 日光透过狭窄的戏风 照了进来 趁着她苍白的面容 平白生出一种 令人遍体生寒的诡诀 霍林蹲了下来 查看姜柔的呼吸 身上的白衬衫 沾上一点点血迹 嘴角露出一个讽刺的笑 蠢货 非要回货家送死 眼看姜柔 马上就要失血过多 我咬蠢说道 再不输血 她会死的 霍林盯着我 紧紧捏住我的手腕 你心疼她 那倒没有 不过看在我亲生父母的份上 不能完全见死不救 姜柔虽然愚蠢又虚荣 但罪不至死 霍林更不是审判者 没有资格决定 让不让一条生命活下去 霍林将我抱了起来 丢在简易木床上 她吻上我的脖子 灼热的呼吸 像火烤一样 小如 你和那个蠢货不一样 你身上没有留着霍甲 不 应该是司徒家肮脏的血 我没有说话 密密麻麻的冷汗 从后背渗出来 司徒雪英 是妈妈的名字 霍林修长的手指落在腰间 我浑身颤抖 却不敢挣扎 反抗只会让霍林更加失控 以及更加暴虐 突然 霍林咧嘴而笑 仿佛恶魔降临 你知道恐怖小屋 埋着谁的海骨吗 是我的亲爱公 一个杀人狂魔 我的心脏 仿佛被一只大手捏紧了 差点喘不过气来 冷汗随之大滴大滴地流下 霍林把我搂得更紧 小如 别怕你的一切都交给我 我将把你带入黑暗的神秘世界 我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被熄灭 直到一阵撞门声在门口响起 有人破门而入 是风少卿 他怎么亲自来了 两位少爷都学过防身术 实力不相上下 他们一拳一拳往对方头上打 动作越来越暴虐 显然 霍林更有主场优势 他翻出一根铁棍 用力击打在风少卿身上 只见风少卿嫩哼一声 倒在了地上 鲜血很快从他身上涌了出来 惊恐的泪水从脸上滑落 我用尽全力地朝着霍林大吼 求你了 放过他吧 霍林跟杀疯了一样 哪肯罢休 眼看铁棍就要落到风少卿头上 我一咬牙破过去挡住 铁棍重重砸在我的身上 鲜血在空中飞溅 霍林用力掐住我的脖子 你为了救他而背叛我 我的呼吸一点点沉了下来 昏迷过去前 仿佛听到警察破门而入 醒来时 我躺在医院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风少卿不断地安抚着我 一队看起来很有知识分子范儿的夫妻出现了 他们泪如雨下 心疼地看着我 小如 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一听说了真假千金的事 他们马上从西南赶回来 没想到 两个女儿差点掉进鬼门关 好在姜柔送医及时 捡回了一条命 而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很快能养好 我看着风少卿的眼睛 忍不住问 霍林呢 霍林被抓了起来 她差点弄死了姜柔 又把我和风少卿弄伤 故意伤人罪是跑不了的 霍天花和司徒雪英赶了回来 企图动用关系 把儿子救出来 但无济于事 这些年来 霍天花只顾着带老婆环游世界 把事业丢到一旁 人脉根本维持不住 事情很快调查清楚了 根源要从霍天花的恋爱脑开始说起 年轻那会 她遇到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司徒雪英 而司徒雪英的生父 有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曾经拿刀砍死过五个人 霍天花丝毫不介意 她不顾父母反对 一定要娶她 气得霍林的爷奶奶离开 在轮船上遇到海难 霍家的一切 从此落到霍天花手里 司徒雪英不愿别人说 她是杀人犯的女儿 她就用钱收买受害者家属 封住他们的嘴 然后把岳父送到自己 投资巨大的精神病院 找人严加看管 对外说是到国外养病 霍林外公在被关进去之前 对着亲生女儿大喊 你的孩子 跟我的孩子一样 生来就是诅咒 司徒雪英很害怕 但霍天花毫不在意 还跟她怀着侥幸的心理 生下霍林 可是司徒雪英觉得 儿子体内的恶毒基因很脏 经常用极端的方式虐待 她动不动把霍林推下楼梯 让她忍着手段的痛苦 关到地下室玩球近推 怀上二胎又不能打掉时 司徒雪英萌生了 狸猫患太子的想法 借此摆脱留着生父血脉的肮脏基因 临盆时 她在医院遇到了我的父母 霍家夫妇觉得 一对热爱地球生物的教授孩子 至少是聪慧和阳光的 于是偷偷掉包 可笑的是 这对夫妇根本不想要一个肮脏的女儿 姜柔还主动找上门来 幻想成为真正的霍家千金 霍林要求见我 她隐在暗色里 细说这些年对我做过的很事 都是人自母亲的压制 霍林露出半截白皙的下巴 用蛊惑的声音说道 小如 你别恨我 好不好 我摇摇头 尽管霍林是受害者 但这不是她可以伤害无辜者的理由 那些不满血腥的恐怖之夜 对我来说大概会成为一辈子的阴影 霍林笑得乖丽而邪魅 笔直的脊背 显得身形依然金贵 你恨我也不要紧 迟早有一天 我会出来找你的 我认真的看着她 你出不来了 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你外公 还把她的骸骨埋在恐怖小屋地下 霍林脸色在刹那间化作雪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年的精神病院院长 目睹年少的霍林 为了铲除罪恶的根源 亲手杀死外祖父 还偷偷露了相 但他碍于霍天花的滔天权势 又想着老头差不多要死了 何必得罪未来少爷 我费了不少功夫才挖出真相 霍林这辈子再也与自由无缘 姜柔进了精神病院 恐怖木屋的经历 触发了她的精神病基因 她疯了 冯任就说这屋子没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分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姜柔曾经在校园 差点逼死过一个女孩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大抵这是报应吧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 霍天花彻底宣布破产 儿子入狱 女儿变疯 让她本就烦躁 司徒雪英为了逃避现实 疯疯癫癫逼着她 买下一个荒芜人烟的海岛 趁着霍家大笔现金流出 风家围追堵截 坐收渔翁之力 霍天花本来就守不住家业 投资频频失误 最终只能宣告破产 毕业典礼上 我的父母给我送来了 亲手种植的马蹄莲 他们希望我的余生 能幸福快乐 风少青自然不可能缺席 上大学的几年 他每个周末都要跟我约会 典礼结束后 我们坐着兵力来到西餐厅 他把18岁时 送我的星空宝石项链取了出来 玩起我的极腰长发 细致地戴在脖子上 我一手把玩着钻石 另一只手伸进了装项链的盒子 里面有一张纸条 当时我被霍林看得很死 连报警的机会都没有 在归还项链那天 我把追踪器的接收器放进盒子 里面留了一张纸条 如果信号不见了 把我报警你别来 有危险 这句话让风少青成为了我的英雄 只是没想到 他比警察还猛 孤身一人先找到了我 而我也等到了 此生最值得托付的人 那晚我们黏在一起 胡天胡地了整整一夜 醒来时 风少青捧着我的脸轻轻 声音响懒而惬意 你好 未婚妻 我捏了捏犯酸的腰 在他强健的腹肌上掐了一把 你好讨厌 不过我好喜欢 以后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 嗯 永远在一起